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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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回你昨天給我們那件事 昨天也是大火引發那個空氣 是呀沒錯 現在名字變成健康大數據 Sindy 今天還在放週末食本麵 是嗎 我下星期才轉大數據 那你就會做回一個Flyer 我都做了 那幾個小時開始 現在還有兩分鐘 兩分鐘 有時間跟你講一講 你有沒有見過 我傳的照片給你 在你那邊發生 有沒有見過那些黃色的環境 暫時沒有 從未見過 只是在新聞上見過 是的 OK 即是在我的生活圈裡 沒見過 是的 我之前都沒見過 沒見過 在加拿大 火燭可以搞到新澤西州 紐約州 全部黃色 那為什麼我寄了那些數據給你呢 第一就是 不在自己身上發生 通常都不提 人是這樣的 對嗎 是不提 對嗎 到在新上發生 就不知不覺 不太清楚自己 那事情是否嚴重 那你會見到 在新聞報道裡面 很多人就說 我撐得住了 我沒有問題 跑步 呼吸 那為什麼我要傳 那些數據給你看 因為 因為 連EPA的二十多數 那裡 即是那個 那個 污染程度 而那樣東西 之後 你看Harvard那邊 就說 其實那個已經是太高了 是只可以去到八 那你想想 如果八的時候 在外面 八個microgram 其實那些分子 是小於頭髮的 好 小老師 我現在還有大約一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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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島中文電台 精心打授的 我是小市長 地天沉浸式 那鶴亨離開了 那今天的主題 首先 就說一聲 多謝大家 就是連那個 那個 那個 吃碗麵都會 都會轉了 做健康大數據 所以很多謝大家支持 就是想知道這些大數據 那 那這次為什麼要 本來是打算說濕疹 皮膚那些 那其實就很有跟這個 皮膚有關 就是你的環境 那剛好 就是如果有看新聞 或者住在美國東 東邊 就會知道在Quebec那些 那裏 著火 整個森林那裏 全部著火 那些風就吹到下來 紐約和新澤西州 這個新澤西州 那就是可以看些資料 連Washington D.C. 都是連學校都cancel 了 那我寄了一些數據 給何鏗看 那然後就說起 就說應不應該戴口罩 那有很多人就 在那些訪問裏面 就會說 我不用戴口罩 我撐得順了 那你首先要想想 是嗎 是嗎 好啊 那這幾天就看到 那些新聞 有幾樣東西都要關心一下 例如是日本那邊 福島那方面排水 那厄爾尼諾現象 就說接下來 下年可能溫度會再高些 那甚至在北美那邊的朋友 也都是有看新聞 那篇幅都蠻大的 就是關於加拿大山火引發的龍煙 是影響著北美廣泛的地區 這個時候呢 我又和赵博士 拿了這個題目出來聊一聊 那大家有些什麼要留意呢 赵博士 你好 你好啊 你好啊何鏗 是 我們就說起 就是有時候的事情 不發生在我身邊 你都不會提到 不會說起的 是吧 我們不說起的 到真的發生在身邊 就很多人就會說 沒有啊 我撐得順了 甚至有些人還說 現在我的身體 外面黃色曬了 那些火 那些煙照來到 我照跑步 有人會這樣 在新聞你會看到 那究竟應該相信誰呢 那我就拿些資料出來 因為在我身上發生 而我剛巧寄一些照片給你看 你就看到 我在外面黃色曬了 黃色曬了 很嚴重 很嚴重 那究竟 有些朋友就靠肉眼 看見顏色不同了 濛濛的 有些朋友 如果譬如 呼吸系統 有少少毛病的朋友 或者敏感一點的朋友 呼吸是比較困難的 會是 那這個就是那個重點 就是說究竟多少指數 而這些分子 是好像頭髮那麼小 還是小過頭髮的厚度 是小過頭髮的厚度 起碼二十倍 就是薄過一條頭髮 二十倍 起碼 再薄一點也有的 飄到過來 跌下來 你看看幾多分子 那些人就說 我照跑步 那進入肺裡面 就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肺的功能 然後就要用什麼的內臟來清它 就是肝 通常你看見小朋友沒有肝病 還有就是小朋友的肝很好 剛剛出生 出生了幾年 那原來你會見到一些什麼問題呢 就是就是他們那些皮膚 那些毛孔很小 嘩 所有小朋友的毛孔都很小 很漂亮很軟 很舒服很滑 那你會想一下 為什麼一個大人 會變成有豆皮啊 為什麼會有那些東西 皮膚呢 就是反映到整個環境 身邊的環境 那所以當有火燭啊 那些東西燒到過來呢 它不只是燒木啊 不只是燒一些葉的 那有時候有些塑膠 有些物料 掉了出來 那你說大力級的會怎樣呢 那為什麼我給一些數據 你看就是那些專家開始咬了 美國EPA 就說不可以超過35 microgram 在24小時 就是2014年的數據 但是World Health 就說不可以超過5 microgram 但是當然 EPA看到這件事的時候 它自己都改了做9 是不是 9 而Harvard就說是8 而這些數據 你會不會看到外面黃色 你看到黃色是幾百的 好幾百倍 四百五百倍 對 但是當然有人說 可以吸收到 你看看 又不馬上有事 就是因為你不會馬上有事 它進入了裡面之後 影響了那些系統的時候 影響了肝 很多人小時候肝沒有事 到大大哥 肝都是看上去沒事 你看 我走就照可以喝 然後呢 我們煙又照吃 那就沒事了 可以這樣頂得順 但是頂得順 不是你的Quality 可能你的要求 又沒有說皮膚要十分好 如果要求未必想老 就老得好 可能只是想老 有很多問題 可能要求就是早點走 因為你要知道 無論我們怎樣看數據 肯定一件事 你健康和不健康 都是要走 所以都是要走的 永遠不會留在地球上 所以很多人就說 用走不走做定位 其實什麼都不用管了 是有些這樣的 所以你會見到就是 數據也要看著生意 如果萬一我們 因為空氣不好 我們又不出去吃飯 又不消費 可能經濟會有問題 所以在上面看數據 也要想想整件事 怎麼辦呢 什麼時候走呢 那個問題 一直影響著 現在你出去外面看 已經清了很多 不過是這樣 我不是說了 5 8 或者9 有一個microgram 是看不到的 不會看到這些問題 所以你一定要看 Airquad 你要看一些數據 不是靠你肉眼看 是要靠你看那些指數 就是找些數據出來 就說原來有事 有事了 有問題 很多時候就說 有問題的人 就要小心了 而有問題的人 怎麼來的呢 就是曾幾何時 他不小心 那才有些有問題的人 雞和雞蛋都是一起來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不理會的時候 會有些人 Statistically Statistically 就是在數據裏面 有些人 當他們全部一起不理會的時候 就有些人會受影響 肯定是這樣的 那如果你理會 如果你小心點 你可能是大波浪 所以小心點看數據很重要 就是 例如在家裏面 如果外面有這樣的雲煙 你在家裏面 聞到那些煙味 如果在家裏面 聞到那些煙味 即是說什麼 即是說那些煙走進來 而那些煙味 你聞到時候 即是說它進入你的肺裏面 你竟然聞到 所以窗口要盯緊它 還有空氣清新機 家裏要有空氣清新機 還有你那個Filtre也要更換 如果做了這些設備 就會當空有事的時候很多 萬一你說 我現在不在家裏 我在外面 那怎麼辦呢 那為什麼呢 我們平時理好的身體 照顧好肝是這麼重要 因為如果肝是好的時候 就算遇到一些問題 它會幫你化了它 但是如果你的肝已經出事了 即是好像在排隊 現在要等三年 才可以清到你現在吸收了那些東西 進入你的身體裡 要等三年 但是呢 已經要等三年 現在加了一件事 現在要等五年 那這個問題 很多時候人們看數據 就不看的 還有就是 如果你的Threshold 這件事 哪一個專家覺得有問題 醫院呢 就覺得 如果是急症室 不急的都不要進來 因為你不急的就不用進去 Emergency room 不用進去 所以就是看那個Threshold 很多時候我們呢 自己呢 看漏了Threshold 就說 啊 哪個哪個專家 有沒有說我有問題 而他說我有問題 就是我有問題 但是你想想 當對方看到你有問題 已經是一個大很多的問題 而如果你自己覺得呢 其中一件事 就是你做人 一日一日老 就越來越多問題 只不過 只差的是什麼時候有問題 譬如有其中一個問題 很簡單就是 跌倒的時候就有問題了 那麼跌倒呢 如果上一年多跌倒呢 就是一個大問題 當然為什麼會跌倒呢 跟呼吸系統有沒有關係呢 絕對有關係 有些人呢 咳的時候是躲著眼咳咳的 撞傷頭啊 或者有些人的肺不好 鼻腔不好 就打癡那一下 也有數據 打癡那一下 駕駛撞車的 有些人也試過 駕駛車的時候 就有心臟病發的 你知不知道我們看這些數據呢 呼吸不好的空氣裡面 是要令到心臟病發的指數高了 這些數據是值得看的 因為呢 就是因為燒了這些 不僅是木和炭 那麼簡單 就是燒了塑膠 以及進了身體裡面 不是每個肝都會消化得到 在一個三年的範疇裡面 有些人需要五年 甚至有些人是十年十五年 才可以消化到那些東西 在BB的Food裡面就看到了 BBFood裡面就看到了 就是消化系統 雖然一個這麼好的肝 BB是消化不到胚箱的 所以很多BB的Food 他們用米的Source 來放進裡面 其中一樣東西 就令到BBFood 它那個胚箱指數特別高 就是因為它用米 而用米呢 因為它做BBFood 生意上面 它根本是做不到 就算用有機 它做不到 因為它不是很懂 有機和不有機 是分別不到 它有沒有披霜的 如果要少披霜的 加州的米就少些披霜 少些那些問題 但它都是印度的 它說不是的 我沒有放那些農藥 我只放你說這種可以的 就等於有機 是有機的 不過有披霜 你明白嗎 就是要分到 那些數據 要分到究竟哪些東西影響你 還有哪些東西是會有問題 如果說到皮膚漂亮不漂亮呢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住在一些 譬如很重金屬的環境 很多問題的環境 譬如馬來西亞 因為它挖很多這些東西出來 有很多人就會有皮膚的問題 有些是基於環境 有些是天生的 天生在家裡 本身已經有一些病 所以變成大了下去 如果你找到那個叫做 Root Cause 根底 你才可以分別到 究竟我是什麼病 還有 有時候就不是單一種病 是幾種疊癌 可能剛好新冠都還沒好 又有Long Covid 那無端白是就來一個 這樣的雲走下來 全部是黃色 然後就沒有戴口罩 所以口罩又要分 N95還是不N95 如果有這樣的問題 譬如在東岸那邊 看到有些空氣變成這樣 譬如說你覺得提議 是否真的要戴著 功能性高一點的口罩會好些 一定要功能性高 因為其實是 你吸了下去 就算我戴了一個功能性高的口罩 我回到來 我都會戴的 我都會戴的 那你何常想想 就是有些人 他們不戴 或者天天在戴那些塵 譬如他做裝修的 他不戴那些 你要想想 你不戴了這些塵 進去的肺 將來就頂不順 當身體頂不順 他不是說 是頂不順了 罷工 是有些地方罷工 有些地方不罷工 有些事情做到 有些事情做不到 所以一部分事 都呼籲大家不要外出 亦都取消了很多大型的活動 盡量減少戶外的活動 赵博士 今天時間差不多 繼續有朋友問 蘋果膠怎麼做的 我看到了 我們和赵博士商量一下 拍片給大家 下星期繼續和大家 數據方面的大分析 謝謝小博士 不用了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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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看情形 沒有所謂 看情形 但這個就很有趣了 就是看情形 好像今次這個案件 因為多話說 又少時間 但是如果你說多時間 我又剛好少話說 那就更加你要插進去 多點 多點你那邊 是的 沒有得定 因為時間少 我不想插亂你再走走轉轉 我們看看情形 不是你有時擦亂 又會好些 又好些 那些事都說不完 我經常說說說不完 好聽的東西更加 更加更加不行的 那變了 變了就是 好像我經常說 如果我沒有病 沒有 我照看你 照看你 那些 topic 其實你覺得很嚴重 嚴重 不過很多人就說 都看不到 就當不嚴重 所以這個是 最嚴重的是怎樣 就是很多人就是 他們沒有去 他給他肉眼 去告訴他 不嚴重了 人是這樣的 你想想 你有沒有看到數據 關於新冠在亞洲那邊 美國人都說不嚴重 沒有 那什麼叫做嚴重呢 這個數據也是很特別的 就是 你會問 如果對方覺得不嚴重 等於我覺得不嚴重 如果美國總統說不嚴重 你也覺得不嚴重 是否做人是這樣 其實應該是 應該自己問一下自己 其實 什麼 首先定義了 什麼是嚴重 是嗎 你的定位是什麼叫嚴重 有些人覺得不嚴重 我用股票的個案來講 有些東西跌30% 人們說不要緊 說升回45%就行了 大家的指標 兩個地方的指標 你覺得他們的指標 有沒有導向性 大家看那個reference 會不會真的可以知道 因為現在不同地方 都用這些監測標準 來提醒市民 香港越來越多 對 防天氣 空氣 空氣的微粒 現在九十幾個指數 但是這些指數 大家其實認識都不深 都麻木了 聽到指數 聽到指數等於好像聽廣告 對 對 還有一些專家 又搞不清楚 究竟是五、八 還是怎樣 你吸收了身體 你將來還有 譬如當我80歲 你80歲 看些 我同事進來 直播室工作了 我下個星期再找你 我們今天也沒有延伸 沒有嗎 謝謝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你看看 這些房間 只有這麼多時間 所以我再說這件事 不在我身上發生 我可能聽到其他地方 譬如加州經常發生 這些叫做wild fire 那究竟是否嚴重呢 或者不要說我新澤西的頭 如果剛好在滿地河的頭 正在發生的 一定很厲害 一定很厲害 比這裡很多 那就是我們 我們要怎樣去 去知道一些指數 不能看漏它 不是要誇大它 但是那些data point 是告訴我們 air quality air quality 和家企 所有的系統 譬如抽油煙機 以前那些 只有一個fan 今天我沒有說這些 其實那個topic 在air quality 是很重要 譬如炒菜 煎炸 如果抽油煙機 是不足夠 所以東西彈到到處 那麼大 或者分別不到 有沒有用好的油 還是用不好的油 進了肺 裡面 有一集說過 對肺非常之不好 他們有做過那些數據 但是做那些數據的專家 就沒有做wild fire 不同專家 因為topic不同 但是都是入肺 而入肺裡面 如何處理呢 在血裡面 如果分子夠小 入了血裡面 如何處理呢 還有究竟那個專家 那個部門 是被國家控制的 還是世界性 所以world health 有時候的數據 如何值得去看呢 因為它沒有被 某國家牽涉 它是說的情形是怎樣 另外 除了那些funding 它有多少資源 放進去研究的一件事呢 以及它可以繼續研究多久呢 又是會影響到我們的數據 究竟是多嚴重的 為什麼 華盛頓DC 山學校 我又傳給某坑 是給新澤西住的人 或紐約住的人 這麼重要的data point 是因為 有些專家 看到這些小孩子 都知道他們不可以 上學了 因為上學的過程 他們沒有辦法保護自己 那你又問自己 為什麼 在其他州 在那附近 為什麼他們不懂得 做這些預備呢 就和baby food一樣 為什麼這麼多 大牌子的baby food 被美國政府 查到 就是他們那個 披霜很高 而這麼高的披霜 他都仍然繼續用 那些supplier 為什麼會這樣 沒有什麼原因 就是有時候 情形 就是這樣 才會被 一些地方去測試到 所以 Lesson to be learned 叫做我們 我們的數據 首先 你看看 聽到哪裡 然後 然後 拿出所有數據 出來的時候 自己 再用 好像我們 上課 在這些情況 聽到我說的 數據 給你聽 或者在星期三 的節目 聽到數據 你從那個角度 開始想想 對了 我也要警惕一下 想一下 那個impact有多大 今次這個節目 是很貼身 因為在我身上發生了 我看到外面的黃色 我一會兒在我Facebook 放一些照片出來 讓大家看到黃成怎樣 但是我不希望用照片 來定那個level 是多少 因為就是用照片 才出很大問題 因為你看到黃色的 就很差 但是現在已經是沒有黃色了 但是沒有黃色 絕對不代表是安全和好 因為吸了下去 那個負荷對身體對肝 是很嚴重 那可以怎樣 有些人問了 第一就是 消炎 消炎 你可以在食物上面 不要吃一些會有 搞到自己多了inflammation 因為你都要排隊 肝都在排隊 那你還吃一些東西 會搞到有炎症 那就很大問題 那什麼會搞到有炎症 例如呢 煎炸東西 其中一樣 另外就是 煎炸東西 用黃豆油 再差一點 煎炸東西 用粟米油 再差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粟米和黃豆 都是有inflammatory的影響 粟米 就簡直是straight inflammatory 但是黃豆 提煎了出來的油 會令你康復令人減低 如果你康復不了 但又剛好 外面的環境變得這麼惡劣 那怎麼辦呢 所以在食物上面 避免 那什麼時候避免呢 現在外面很黃色 全部有那些forest fire 現在才避免遲了 應該是平時呢 稍微調健康了呢 就可以抵擋一些情況 如果你等到廣磁發生 然後就說 我現在要 廣磁發生 才換一些窗口 是蓋得緊一點的 那就太遲了 因為 到你要下次聞到 家裡 原來有漏的味道 或者它不太避免 裡面的indoor air quality 裡面的空氣也不好 那你會想一下 會不會平時看到皮膚不好 就提醒自己 嘩 可能是我的環境 某些東西 你要找 找到為止 是什麼搞到 那樣東西發生 還有你處理的方法 是不是 譬如我教你們說 吃得小心一點 不吃黃豆 又不吃粟米 那變成粟米油 那些 煮東西 是不是會好了呢 是好了 但如果你從來 沒有拿走 那個root cause 譬如有些東西 為什麼它不好 不過你現在改了你的環境 不再接觸這些東西了 如果還是有一些東西在裡面 你都要拿走它 處理好它 因為這樣 才在筋裡 是所有一一一二三三四四 全部拿走 拿走它的身體 才可以好 那你說還有些什麼可以 有些什麼拿不走的 人衰老 就拿不走 所有人 都是會有 aging process 所有人都會的 但是如果你拿走 夠多那些 不需要的root cause 這樣呢 你去到某個歲數 就可以老又老又漂亮 不用是靠化妝 而補 補 補回 有個look 不用這樣 是可以自然漂亮 而自然呢 好像坐直一樣 坐直 自然坐直 就是 當你明白 頭放在哪個位 骨骼放在哪個位 屁股怎樣落去 椅子上是哪個位 就不同 坐直就是用肌肉 腹肌坐直 這個是不同的 因為 用肌肉去坐直 人的集中力是不太好 因為你集中在你坐直 那你怎麼集中其他東西呢 這個就是在自然裏 你拿走夠多的root cause 搞到自己不好 有時候是床單 有時候是洗衫粉 很多東西要處理 減低那個 那個 那個叫做 那個 刺激性的東西 負面刺激性的東西 然後呢 你可以自自然 睡入睡得舒服 睡完之後 醒了的時候 覺得 好像 很精神 為什麼之前那些不是呢 原來是因為 喝開咖啡 然後呢 推到自己應該睡覺的時候 沒有睡 所以現在呢 身體要叫做 catch up rebalance 記得啦 找到 root cause 還有不要隨便看data